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10月22日批准了特朗普总统对巴雷特 终身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尽管遭到了民主党的抵制 但还是为星期一参议院就他的任命 进行全面投票扫清了道路 该委员会以12票赞成 零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巴雷特的任命 所有共和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 委员会的10名民主党议员称 确认过程是一场骗局抵制了这次会议 鉴于特朗普的共和党同僚 以53比47的票数在参议院占多数 巴雷特的任命似乎是肯定的 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表示 民主党的抵制是他们的选择 并补充说不会允许他们接管委员会 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的空座位上贴着海报 海报上是一些人的照片 他们认为如果评价医疗法案 也就是奥巴马医改被推翻 这些人将受到伤害 特朗普希望在11月10日的大法官辩论中 推翻奥巴马医改法案 巴雷特批评了此前支持奥巴马医改的裁决 但是他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无意推翻该法案 巴雷特是一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 他的任命得到确认之后 美国最高司法机构保守派的多数席位将扩大到6比3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计划在周一进行投票 这将使由总统的共和党同僚控制的参议院 能够按照特朗普的要求 在11月3日大选前批准他的提名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 宣布抵制星期四的投票 他们说该委员会的投票距离总统选举如此之近是非法的 在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角逐中 已经有数千万张选票投出 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把确认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司法人员 作为一项优先事项 特朗普表示 他相信最高法院将决定选举的结果 并且明确表示 他希望巴雷特担任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案件的法官